啊~~~不可以 啊~~~ 控控控 有有有 哈囉大家好 我是妮妮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體驗服新的足球模式 那可以看到就是封面呢 就是現在新的角色是若可惜 不過現在一般服是還沒有的 然後連就是進場的音樂也有一些更動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足球模式吧 足球模式的話它是就是三打三 那一場遊戲大概是四到六分鐘 但因為體驗服我沒有加好友 所以我就直接進去裡面配對 不過配對的時間上應該還是會比較長一點 在體驗服就是參與的人數比較沒有這麼多 那其實體驗服裡面現在新增有大概三到四個角色 那目前的話就是 應該是過一陣子才會上架 好現在配對成功了 那我們就進場吧 不過因為其實在體驗服 玩的人可能不一定都是台灣人 但我是覺得 玩的話應該是還好啦 不太需要什麼溝通 因為這個其實它蠻簡單的 那其實它跟挑戰者技能的話總共會有四種 那第一個就是籃節 那就是 它可以在就是足球 在運轉的時候呢 它可以就是讓它停止移動 但只有一次 那其實它就是跟以往的挑戰者技能差不多 就是 暈眩然後 瞬移跟急跑這樣子 那我就先帶新的就是籃節 那使用的角色是愛妮 因為其實體驗服 嗯 如果大家其實有看到其他影片 足球模式的話 其實是適合就是 多段式 位移的一些英雄 那其實如果像熊貓 或者是閃電俠 愛妮這些角色其實是會比較適合的 那或者是選 它可能有比較空長的一些角色 那其實在 就是 裡面競技的模式中 就是可以比較控制對方的行動 那這樣子也比較不會讓對方得分 就是在緊要關頭的時候 可以把那個球籃下籃到嘛 因為其實 坦白講 那個球我玩的時候 我覺得它其實還蠻難控制的 那其實 如果有些人 不是很習慣這個模式的話 可以先玩就是多段 位移的角色 像我其實還是有點不太習慣啦 然後加上愛妮 其實它的技能 其實是還蠻適合在 就是足球模式 就是裡面玩的 好 現在開始啦 然後我們要設進 對面的球 不過這邊 我們的球好像 在不及了 然後踢 這樣就得分啦 欸 它沒有 它往前踢 這樣就得分了 剛剛有點lag 糟糕 它這個你 抽射就是你的腳會往前 往前動 然後這個 原本攻擊的牛就是 啊我被鎖住了 就是可以用腳踢 好 然後現在用二技 因為位移 狀況 有一點 不是很順 欸 球在哪 快喔 我看不到球在哪 好我們現在又要快得分的感覺 然後 欸 這邊有龍捲風 如果遇到龍捲風 它就會把你彈開 所以你盡量要避開龍捲風 啊現在球又往回來 糟糕 欸 我覺得我隊友還可以 應該是有在玩 然後再往前踢 啊 等一下 我要 欸 有 這個 這個搭配的還不錯 這次有點緊張欸 亂七八糟的 這邊球在這 然後 欸 我都亂踢 然後我就被釘住了 但是盡量就是 衛控到別人 讓他們不要拿到球 喔 又被踢回去 我覺得有時候隊友要 要 溝通 啊我又踢他過去了 然後現在把球攔住 欸 來不及了 欸 又要去 又要得分 又要得分 欸我發現我們夜叉好會喔 超厲害的欸 欸 糟糕喔 我還是不太快 而且有點lag 糟糕 追不到球 幹 唉唷 欸這兩邊都有夜叉 這樣有點會容易搞混 踢踢踢踢踢踢 欸 有點被控住 打眼 是界外嗎 欸等一下等一下 欸 我自己把他踢進去嗎 打眼 烏龍球 烏龍球是什麼 我真的有點 有點卡 欸進去了 哇 我發現我們隊友還蠻厲害的 控訴他 啊我又被踢回去了 啊 走啊走啊 這有龍捲風欸 按 來不及 我覺得我還是很笨說欸 一塊菜 喔喔喔喔喔喔好險 好險沒進 看又有龍捲風 糟糕 等一下 我覺得我走路有點慢欸 欸 欸 有點糟糕 我應該要走快一點 欸 因為我都一直摸不到球的邊 啊 不可以 啊 控控控 有有有 走錯邊了 快喔 哎呀沒控到 球又回去了 天啊 啊 啊 我覺得我一直跑來跑去好累喔 糟糕 被踢了 欸走不過去欸 糟糕欸差一點 啊不好 等一下又平手了 就糟了 欸 欸 居然贏了耶 哇 還有 他會選最佳球員 那他最佳球員就是 也是算擊殺術跟助攻這樣子 的概念 太棒了 真的是他蠻金夫連連的 因為會覺得很害怕 你知道嗎 我根本不知道球到底會怎麼飛 因為這隊友有時候很難 就是跟他馬上溝通的好 沒有開語音的話 但我覺得還可以啦 就是我玩這個模式應該會蠻 蠻激烈的我覺得 愛理其實是相對好用耶 因為至少他跑的他比較快 那我剛剛有進球 進一球 那當然就是有一分 然後 中間的話他這個應該是指 失誤的那個吧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那其實我是第一次就是 製作這種錄製的影片 所以如果覺得我需要哪裡改進的地方呢 或者是說 還希望我看我拍什麼影片的話 就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囉 那現在世界盃開打啦 然後加上我又做了這支足球的影片 所以呢 我就準備了禮物 要送給大家來抽獎 那這個禮物呢 就是 登登 愛迪打的球衣 當然不是我剩下這件啦 所以呢 這件球衣要怎麼獲得呢 這件球衣獲得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呢 我呢也會在粉專就是 這支影片 那幫我就是公開分享 並留言截圖 那留言截圖的這個截圖是什麼呢 就是很簡單啊 就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把這支影片按喜歡 截圖給我在那個留言底下 這樣就可以參加抽獎囉 是不是很簡單 然後呢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分享破百的話 我就會再加碼送一件球衣 就是 這樣 這裡 跟我這件很像的情侶球衣啦 所以說 如果呢 想要就是 多獲得這個抽獎的機會 就是可以幫我分享啦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活動喔 就這樣子 拜拜 那抽獎的時間呢 就是在6月22號開台的時候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分享囉 然後就可以獲得這件球衣